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儀 歡迎大家去Mama College 這個影片我就是想特別為大肚的媽媽去錄 因為我想提提大肚的媽媽 記得生嬰兒去產房的嬰兒的時候 跟醫生說你要堅持Skin to Skin 或是Contact Bonding 什麼是Skin to Skin 或是Contact Bonding 就是寶寶一出生的時刻 當然出生後可能醫生會磅重 做一些好剪磁帶這些必須的程序 但做完這些必須的程序之後 最好就要強調跟醫生說 我要Skin to Skin 什麼是Skin to Skin呢 其實就是抱著嬰兒 嬰兒沒有穿衣 媽媽也沒有穿衣 那就讓嬰兒去 第一感受到我們媽媽的溫暖 第二得到安全感 第三 嬰兒會有一部分的嬰兒 不是每個嬰兒 就會開始找我們媽媽的膝蓋 去飲人奶 我生嬰兒的時候 我也有堅持Skin to Skin 我看過外國的影片 有些嬰兒真的趴在媽媽身上 自己的嘴嘴會自己找到媽媽的膝蓋 但我抱著嬰兒 等牠去我的膝蓋 就會咀嚼第一口初雨 做到這些Skin to Skin 喝到初雨是很重要的 第一 嬰兒會得到安全感 得到溫暖 第二 所以媽媽呢 也會開始 腦部 受到刺激 去產生更多人奶 其實很多媽媽之後 說 哎呀我不是太夠奶 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很多媽媽可能就是 沒有了做Skin to Skin 因為第一次被嬰兒吸收到 其實真的很刺激到我們媽媽的腦部 去繼續做多些人奶 做多些初雨 給嬰兒 所以Skin to Skin的好處 是很多很多 甚至乎有些外國的研究 Skin to Skin 即是嬰兒出生 抱著嬰兒 是可以 穩定到嬰兒的心跳 和嬰兒的呼吸 就算 早產的嬰兒 做了Skin to Skin 都幫助到牠們 很多研究說 他們做了Skin to Skin之後 他們 要入養器箱的機會又低了 以及他們的心跳 就快一點正常 現時香港 所有政府醫院 都會被嬰兒做Skin to Skin 不用問他們 都會 因為都會跟著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去做 還有 嬰兒一定會跟嬰兒一起睡 所以 這個嬰兒和嬰兒一起睡 就可以隨時做到Skin to Skin 因為不只是一出生 那時候做 出生之後 你都會長期 最好抱著牠們 讓牠們多吸收 讓牠們多吸收 我們便會刺激到老婆 去製造多些奶 減低媽媽 日後擔心自己不夠奶 反而 私家醫院 才未必會配合Skin to Skin 所以 一定要跟自己的主診醫生 溝通 希望可以出生之後 立刻做到Skin to Skin 然後 如果 逗留在醫院期間 都盡量去餵多少 我知道 是一個很累的過程 整天抱著嬰兒 整天要餵奶 因為 我記得我生完嬰兒 那時候 很累 很虛脫 我記得某些地方 是斷了片 還有 有暈的感覺 但我知道 我多累也好 我都要堅持 去那個Nursing room 想不到 為寶寶 讓寶寶 得到她的安全感 還有我 也會這樣幫到我上奶 所以 這個影片 希望所有大肚子的媽媽 都會看到 跟醫生溝通定 希望你們可以做到 這個contact bonding 為寶寶 和為媽媽 都會得到很多很多的好處 是最自然的事情 沒錯 記得回到家也是這樣做 不是在醫院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千萬不要害怕 要抱寶寶 抱到 種壞了 基本上 很多研究指出 頭那兩個月 寶寶真的要你抱著她 才能得到安全感 這是人最原始 所有動物都是這樣的 就是 要和寶寶抱著她 讓她 有很多 comfort 何時喝奶 何時喝奶 我自己個人是 相信 適合 我不跟著一個 schedule 我通常覺得 寶寶肚餓 需要絕 就會被她絕 好了 開始off topic 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 Skin to Skin contact bonding Thank you Bye